这个设备只能朝一个方向走 左右运行 现在只会朝一个方向走 这是客户刚买的二手设备 开上几天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开始我怀疑是接近开关不好 客户说接近开关都检查过了,没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设备左右运行是液压电磁阀 通过液压油的压力 带动油缸运行 现在出现的情况是 给设备送上电 设备还没启动 就是在不操作的时候 PLC输出13这个线号 在输出灯不亮的情况下 这个线是有电输出的 应该说只是灯不亮,它就没有输出 线头是这边拆下来了 这个线头是有电的 碰上13这个端子 PLC是没有任何反应 但是 这个线控制着电磁阀 电磁阀线圈就通电了 灯就亮了 一开液压泵,它就有压力输出 设备就往一个方向走 这就是这个设备的故障现象 反正我现在是初步判断 PLC内部有问题 不该输出的,它输出了 导致电池发通电 既然怀疑PLC有问题 是不是要打开看一下 这种PLC内部是有继电器的 它的输出信号是靠里面的继电器 触点,吸合和断开 我是怀疑触点有问题 首先看到的是它的主板 上面有CPU 这是它的大脑 把上面这块板拿下来 看它的控制板 输出端,一个个计电器 一个计电器对应一个输出端 有问题的端子是哪一个呀 是Y挤压 盖上有标识 Y5 Y5的输出有问题 是它有问题吗 是不是里面的触点黏在一起了呢 假如说触点有问题 那怎么处理呢 现在这是怀疑 啊,现在不用怀疑了 从这里都能看出来 这个计电器靠近电路板这一块都糊了 里面都发黑了 就是Y5这一个计电器 那就把板子拿出来看一下 烧黑这个计电器 板子后边明显都黑了 看这个样烧的挺严重啊 这也不是虚解发热造成的 焊点焊得很好 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它换一个计电器 看看旁边有没有不用的计电器 Y11这个触点不用 那就把Y11拆了导过去 换下Y5 就是把这个计电器拆下来 给Y5装上 不过这样看后边这一块电路板 烧得挺严重的 也不知道好不好弄 来到现场没拿落铁 客户自己有一个落铁 先把这个计电器给烫下来 家里工具挺全的 电落铁 稀汉稀的 可惜都没带过来 那边用落铁烫 我这边往外撬 这是拆下来这个好的 一个线圈一个触点 拆下这一个坏的 工具不顺手 干活就是不行 看一下 拆下来以后 电路板都烧糊成啥样了 都击穿了 这个计电器你看看 都烧烂了 这个废了 下面烧糊这一块 用电笔把它刮出来 感觉不是太好 工具带的不全 也不好焊接 考虑到板子绝缘也不行 所以决定给它走一个飞线 飞线就是 用电线给它接出来 就是计电器不往电路板上焊了 也不太好操作 把这一个个焊点 用电线连出来 电线的这一头 焊到计电器的线圈和触点上 没有热锁管 用个胶带做一个绝缘 然后再装上试试 看看能不能好 送上电 电磁阀的线也接上了 PRC和刚才一样没有输出 看看电磁阀亮不亮 还是亮的 也就是说问题没解决 计电器有问题吗 是焊接的不好吗 还是说又击穿了 反正这个触点现在是有输出的 电比测是亮的 还得打开 这个触点的问题没解决 看看什么原因造成的 拆下来以后 先测量触点 继电器输入和输出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 这两个触点是不导通的 就是没短路 继电器没问题 不通电不导通 那就给它通上电试试 就这么装上把电送上 准备送上电测量继电器的线圈 好了送上电了 看继电器的这个线圈 有没有24V的直流电 有 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 P2C的继电器线圈是通电的 所以它的触点才导通 然后有一个电输出给电磁阀 这个是不应该的 那是什么原因呢 控制主板的问题吗 再往下就有点难搞了 这事也得请我师傅来看看 看是不是主控板的问题 我决定拿着它明天上山找我师傅 拜师学艺 看什么问题 待我学成之后 取得真经 再给大家来更新后续 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这个设备运行很正常呀 没问题呀 操作师傅说 启动慢了 传送带每一次启动 好像有个延迟 能不能把启动速度提起来 就是反应再快一点呢 关掉机器 它这个电路看着挺简单 实际上也不简单 现在连小设备都自动化控制了 这个就是传送带电机 它这个设备是输入220伏 电源是220的 没错 一火一零 那这个变评器就是输入220伏 输出三项220伏 给这个电机 想让这个电机的启动速度再快一点 就是又停止迅速转起来 那就是这条变评器的加速时间 没找到说明书 但是查到了加速参数 找到F019加速时间参数 然后进入 现在加速时间是2秒 减小加速时间 2秒减到1秒 再减就是0.几秒 减到0.4秒看看 点确认 它的减速时间看多少 也是2秒 这个减速时间不用动 然后退出 现在电机的运行频率 设定是25Hz 看一下传送带的提速 是不是比刚才快 感觉没那么明显 我再把这个加速时间 减小到0.1试试 刚才是0.4 再减小0.1 就是一给它信号 马上就能转起来 0.1秒 再试试 您看是不是比刚才快了呢 感觉差不多 变化不大 没有对比啊 那就比一下 到底调加速时间有没有用呢 我把这个加速时间 我往上加 加到7秒 再看 确实就慢了 嗯 这应该是更慢 都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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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很明显 比刚才的启动更慢了 改回0.1秒 0.1秒 最低0.1秒 嗯 把频率加高 50赫兹 速度会更快 你坚持是50赫兹 50赫兹 50赫兹 跑得太快了 切太多了 这一块 嗯 这一块这个面 送得太多了 这一块 还挨着它最好了 对对对 再一半 再试就好了 老板还满意 所以我就觉得 电工不能单单满足于接线 换电闸 测漏电 不过这个确实没什么 技术含量 能解决问题就行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